美国自中国在香港实施港区国安法之后,就对香港祭出一连串措施表达反对立场,并对相关的中港官员加以制裁。 而美国国务院19号以终止逃犯引渡协议以及其他相关措施再次回应港府。 同时川普也表示,香港的自由已遭剥夺,显现美中关系可能持续探底。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欧塔加斯发出声明表示,中国共产党采取激烈手段,侵蚀北京先前允诺香港的高度自治。 美国国务院已于19号正式通知香港政府将暂停或终止涉及逃犯移交、被判刑人移交,以及国际船舶、营运收入、互惠免税待遇等三项美港双边协定,以强调美国对北京实施港区国安法的神切关注。 事实上不仅美国,包含英国、德国、法国、澳洲、纽西兰以及加拿大等国,也都以终止与香港的引渡协定。 此外,香港警方10号因香港一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等人,涉嫌勾结境外势力遭逮捕,尽管随后获得交保释放,但仍引发外界关注。 美国总统川普19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被问到此事时,公开赞扬黎智英是勇敢的人。 川普同时表示,香港自由显然已造剝夺,因此美国撤回给予香港的所有激励措施。 而美国对香港一系列的制裁措施,也让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出面回应。 她18号在出席一场会议时表示,美国对香港的制裁完全不合理, 而由于香港是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成员,港府将向WTO提出申诉。 在中国目前未有任何撤回港区国安法的迹象之下, 美国对香港的制裁动作可能将持续进行, 预见美中关系短时间将难以回复。 杨广平与林博宏报道。 杨广平与林博宏报道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